观众朋友请记得今天日韩破冰 尹习岳南韩总统今天访问日本 要跟日向岸田文雄讨论 如何因应北韩威胁 但没想到金正恩先下手为强 今天早上又射了一枚弹道飞弹 金正恩甚至被拍到了 携带疑似和按钮的公示包 今天学生来告诉我们 这个局到底要怎么解怎么看 已经到要兵戎相见的地步了吗 我们先这样讲 北韩的战略思考一直是非常惊人的 第一个南韩跟日本原来要召开会议 要团结在一起 讨论如何对抗北韩的核威胁 包含了彼此之间的飞弹防御系统 是否要互相支援互相支持 结果没想到就在他们会面数小时之前 北韩直接试射飞弹 而且同时公布消息 而且也告诉你 我们是成功的发射了洲际弹道飞弹 但是等等 你如果要打南韩跟日本 你用中程的战术飞弹就好了 你的洲际弹道飞弹 是8000公里射到美国的 你是要打美国的 这是相装武剑意在佩工 表面上是因为南韩跟日本开会 实际上北韩打的是你背后的美国 让你看看我的核威胁 我不能跟你相互保证毁灭 但你中了一发 你就再也不能讲话 好 学员来告诉我们 这个标志已经帮大家算了 短短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已经打了11枚的飞弹 各式飞弹不等 我们能不能从当中的任何一个现场 找出蛛丝马迹 金正恩到底多有底气 有没有露线呢 我们先这样讲 金正恩跟整个朝鲜人民共和国 善用了过去COVID-19的三年时间 利兵图治 他所有的设备 在过去三年的大封锁期间 大幅上升 而且情报几乎没有外泄 3月14号 他的飞弹是 KN-23地对地的战术导弹 这个就是中程跟短程的模式 精准的命中611.4公里以外的目标 也就是现在他对于600公里以外的目标 可以精准打击 对日韩来讲 这是一个新的威胁 他不用携带核武器 他只要能够射到你的首都 或是你任何一个城市 就足以产生很大的威胁 已经达到了振折人心的效应 600公里 太足够了 你刚刚提到的核威胁 我们给大家来看这一段画面 是北韩官媒释出的画面 赫然发现了 圈起来这是什么 这会是金正恩的核按钮吗 我们先这样讲 过去人民军总参谋长都是拿着笔记本 或是公文夹 这一次首先拿了一个新的公式包的时候 你不能怪人们疑神疑鬼 因为过去我们称作核足球的公式包 里面是有笔记型电脑加密跟天线 可以在任何地方连上发射的距离 但你可能会说 哎呀你看美军的那个核公式包 那么大一个 不可能北韩的也是核足球啦 但是等等 据一下 你知道美国的核足球 是要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连上美军的战略飞弹指挥中心 但北韩不需要啊 北韩只要在国内就可以了 我只要有一个三机四机五机 不会被干倒的门号 我能够通联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核足球不需要那么大 不需要有卫星通联 卫星的这个天线 这样子大的设备 就足以启动北韩内部的核武的时候 难怪这让世界各国的情报单位 都觉得忧心忡忡 好我们看到了 这个疑似是核按钮的这个公式包 这个按钮一下去 它可以控制 可以发射多少量 多少当量的核弹头呢 我们先这样讲 北韩目前有60枚核弹头 已经不是一枚两枚 可以针对精准性打击拔 除掉就好了 而且这60枚核弹头 都有搭配洲际弹道飞弹 也就是包含了发射车 包含了地底的发射井 浅舰可能还做不到 但问题是 接下来他们的数量 因为你假如一旦能够提炼出核武等级的右 跟布的话 你的数量很快就可以提升到300枚 而且美方到现在不像伊朗 到现在从来没有办法成功的渗透跟破坏 北韩的核武精炼中心 所以很快就会提升到300枚 你不要忘了 刚刚你论述这件事情提到的四个字 洲际弹道 挂上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美国要当心了 我可以飞越整个太平洋到太平洋的东岸 目前的火星15 大概有8000公里的射程 那中方的航天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推论 他们用目前火星15 所有的数据来推算 33分钟就可以抵达美国中西部的城市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为如果北韩决定要打击美国的话 一定是先从戳瞎你的眼睛开始 第一时间只要核武在北韩升空 美方就会警戒 可是北韩的核武会针对美方的大型雷达 跟反制中心直接毁灭的时候 有更大的问题是地面的反制武器 也就像爱国者飞弹标准六星 都是需要地面的雷达战来做导引的时候 如果第一集就被他们打瞎了眼 后面第二集第三集反飞弹系统 能不能够发挥功效 非常让人担心 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看到是 美日韩如何应对邪恶轴心四兄弟的挑战呢 现在看到的是北韩 北朝鲜现在坐先锋 而另外三兄弟居然远在中东 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我们这样讲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方的大战略 也就他在全球现在宣传的是美国带来战争 中方带来和平 而他趁的这个机会呢 就是因为美方的经济不稳 包含了最近有一些银行的倒闭事件 他早早从去年就开始布局 把跟拜登不交好 因为这个哈绍吉这个记者被暗杀的关系 拜登对沙尔地阿博很不客气 王厨超生气的 所以中方趁机把伊朗跟沙尔地阿博之间的外交关系 恢复 双方开始互动 习近平特别讲 他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沙一之间的桥梁 什么桥梁呢 我两边都买石油啊 我两边都有大订单 都是十年二十五年的大订单 你怎么可能轻易就不听我的话 而且我现在做了调停 我是看到未来二十五年 我订单下这么久 你就得要跟我们配合这么的久 所以伊朗沙尔地阿博 恢复外交关系 而且更重要是北京的下一步 他就要开始举办波弯峰会 伊朗会参加哦 别忘了美国在过去五年 从川普以来 自从把他踢出五方协议之后 伊朗从来不参加任何的活动 那这一次伊朗会赏脸 所以他等于是要把美国从中东的影响力 一步一步的推出去 所以现在中国不但在 非洲要当老大 现在在中东他把美国一步一步 推出去他也要来卡美国老大的位置 我们就问了你真要当老大 你要有硬实力啊 软实力是钱 所以中方一直在推动的就是 以后石油用人民币计价 再也不要用美元计价这是一个对 另外一边呢最近中国俄罗斯跟伊朗要在阿曼湾举行联合军演 如果今天阿曼湾被固着住了 美方以后要再声称自己有这边的掌控权就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换句话说三方的合作重点不在开战 重点在于三方已经有了协议有了互动之后 中二一三方一旦在这边达成一个互动的协议 伊朗可以守住荷姆斯海峡 俄罗斯呢可以让整个日本的北方四岛都受到威胁 而中方在南海就可以争取霸权 世界各地风火齐阳的状况之下 美方要灭火非常困难 好我们看到了今天帮大家写这三个字中二一 今天回到了俄乌战场对普丁来讲 他在中间中国伊朗让他左右逢源 特别是伊朗我们讲到中东的这个兄弟 怎么在俄乌的战场上扮演角色 而且角色越来越吃重 我们先这样讲 因为俄罗斯面对了一个问题 是传统武器跟弹药 甚至包含了先进武器的制造赶不上了 其实乌克兰也面对一样道理 所以美方有很多炮弹的工厂 15公里12栋公里的传统弹药都开始重新制作 俄罗斯现在也说他缺弹了 国防部长萧一谷去视察弹药工厂 普丁去看直升机工厂 他直接交代这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战斗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我知道很有可能来不及 但是直升机在前线遇到刺针飞弹 遇到防空飞弹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危机 所以后方赶快加紧生产 国防部长要求的是传统的弹药的配给 别忘记之前俄罗斯的佣兵还有抱怨 我在前线没有弹药了 请你赶快补给 更重要的是普丁最大的补给链 竟然其中一个部分来自于乌克兰的疏忽 乌克兰怎么疏忽 美军不是运了很多托式啊 然后刺针啊 然后反坦克飞弹 但问题是乌克兰在撤退的时候 弹药来不及撤走啊 留在现场被缴获了 缴获之后呢 俄罗斯没有说我拿来自己用 因为那需要训练 不是每个马行都适应的 他直接把无人机飞弹 这些弹药送给伊朗 而伊朗过去本来做无人机就很厉害 现在伊朗就说太好了 有美军的model 我就逆向工程 不管是飞弹弹簧刀无人机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防空设备 我都可以做得好 再来生产 生产就卖给你 因为普丁是说 你当年给了我那么多的无人机 我现在可以好好地帮你忙 所以连SU-35 连俄罗斯的顶尖的空中战机 都会提供给伊朗 就是了回报 在战争前期的时候 伊朗提供了大量的无人机 俄罗斯现在投桃报李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郡相一起挖针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